嗨 大家好 我是做理台湾的方式阿朗 Smarling 今天是我挑戰台灣料理的第六集 挑戰的古籍 真的是艱苦 挑戰嘛 就是 我一定會想說 這家餐廳也是有失敗 刮茶棒 炒火炸 大的金骨格就... 炸火 整個牛舌餅的餡料就流出來 然後炒火炸 中華的霸彎就... 我稍微做起人刮貴料 真的是一個越戰越勇的系列 今天我要挑戰的台灣料理就是 蚵仔煎 但是我也是有準備蚵仔 因為 我們叫你做起吃素食 所以 你吃蚵仔煎 我吃蚵仔煎 今天的料理就是 蚵仔煎蚵仔煎 蚵仔蚵仔煎 蚵仔蚵仔煎 其實我剛才已經準備了他的醬 做了一次失敗了 我來網路的教學不靠譜 後來我是 對這個包裝後面的做法去做 這個就是我這次偷吃步的 東西 後來還有準備小白菜 今天你的目標就是 做一個正常的蚵仔煎 一個正常的蚵仔煎 現在就開始囉 GO 這個第六集要6個 好 我看 咻 你的蝦很療癒 像現在要趕快加蛋啊 OK 加軟囉 要弄破弄破 就是 均勻均勻 哇 這個是小鏟翻不了 這個嗎 有啦 這個 哇靠 超順利的這個蚵仔 翻囉 翻囉 我已經關火了 哎呀 各種蓋不上啊 五湯五湯 我自己來翻 你有沒有覺得我越來越順手啊 沒有 完全不知道他在幹嘛 中間 好 好 淋上精華有模有樣 好 第一次 自己做的我今天試吃 湯 好夾欸 所以都多快了這個 嗯 哈哈哈哈 多加力 多加力 我免費幫你業配啊 多加力 欸 欸很不錯耶 OK耶 怎麼樣 他就用那個啊 我跟你說 他要吃薄 他就輸入金手指啊 這蚵仔煎 煎味很不錯耶 然後散結這個東西 我們來用這個做看看要不要 好啊來啊 我進來 你也要來做 他今天做成這樣也真的是蠻厲害的 看這個多漂亮 哇 哎唷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長久以來失業的我 終於找到了失業的第二醇 真的 要賣拉長嗎 為什麼現在變成章魚 可以喔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賣鵝拉燒喔 這個不好 它的火力不均勻 不均勻 不均勻 對 看我的奇麟屁 這是公園吧 欸會喔 你會餒 不好意思 我有點摘 這可以 這可以這美到爆耶 我這顆絕對傷心了 你以為 上心我 這三顆是好吃的 這四顆就是我的 蚵仔燒 醬 我這麼漂亮啦 你 材料也一樣 來啊 嗯 嗯 一口蚵仔煎 嗯 小織女的最愛 還不錯 今天你的蚵仔煎 蚵仔煎 蚵仔煎 都成功 剛才蚵仔煎 無口 不退不退 這次的台灣料理的挑戰就是 成功 好跟你們繼續挑戰其他的料理 這個系列會繼續做下去 不管有什麼東西 我都會盡量挑戰 好跟你們繼續 看大家也是囉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